今天的嘉賓是國際人權理事 中國問題專家吳文欣先生 吳先生好 吳先生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首先講第一個新聞 特朗普和蠻絲的手機是遭到中共黑客的入侵的 洩漏了什麼信息呢?請吳先生跟大家分析 中共干預美國總統大選是肯定的 最起碼他們第一想知道內幕情況是如何 譬如說他們肯定想知道萬一特朗普贏 他上台之後他會做什麼 或者如果何錦麗上台他們會做什麼 這些是他們首先知道的 另外也可能他們最後都有一個選擇 因為前一段時間中共似乎沒有明顯的選擇 何錦麗贏還是特朗普贏 因為兩個都反共 兩個都反共 不過我個人覺得特朗普的反共是後面有實力的 何錦麗都想反共 但是他因為沒有那個能力 將美國重新再偉大起來 重新 因為你如果沒有一個實力 你怎樣去對付這些邪惡的政權 正如雷根總統說的 或者列根在香港也翻譯為列根 列根總統說的 要用實力去尋求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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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特朗普是很尊重列根的 他覺得Reagan是很好的 所以我所看到的 他也是奉承這種政策的 把美國更重的 做得更加強大 然後再去對付那些邪惡的國家 你能夠對付那些邪惡國家 即是說中共、俄羅斯、伊朗、北朝鮮 這個世界就會和平很多的了 所以我想 中共內部可能都有一些爭論的 因為你從表面上去聽 哪個人都是反共 不是很麻煩 但是他肯定仍然是希望特朗普贏 為什麼呢? 因為特朗普是一個講實力的人 而何錦麗雖然都是反共 但是他的策略 是何錦麗的策略 對中共的策略 我想共產黨都看到 沒有特朗普那麼厲害 所以 在兩者之間 他們肯定是希望何錦麗比較容易對付 兩個都要對付的 所以這個中共人是一個大難題 現在不是一個親共一個反共 而是兩個都反共 所以對他們來說 要選一個誰比較容易對付的 我想他們肯定認為何錦麗 是比較容易對付的 那哪個 阿曼斯說他的手機被入侵 還有他相信 特朗普的手機也被入侵 是 這個對我來說 完全是醫療重設事 當然了 他的手機 還有不單是他的手機 整個競選團隊的手機 或者是美國的電訊系統 因為有時候 如果能夠供入到一個電訊系統的中心地帶 你就個個都可以偷聽到的 所以你供入手機 只能聽到一個人 你供入到一個通訊的中書 你就可以聽到很多行動 這個是中共一直在做的事 華為也好 或者其他中共的情報機構 一直在做這件事 所以他這次 入侵到阿曼斯的手機 都是有可能的 另外阿曼斯說 這個不是他自己猜的 而是他已經跟美國有關安全部門聯繫過的 那些安全部門調查過之後 確認是有黑客 是有中共的黑客 進入了他的手機 但是 我想都是來自安全部的專員 就說 阿曼斯說 雖然他們供入到我的手機 能夠偷到部分的數據 但是很多數據是偷不到的 因為我的手機裡面 很多人是加了默認 那我想按照安全部的人的說法 就是有一部分的加了默認 的數據 他們沒有辦法解到這個默認 就是解默認 所以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是 其實中共的偷聽 偷切 真是非常之在行的 就是說這個手機好像一個切聽器那樣的 就是帶著在心上 你講的東西做的東西 就是跟誰說什麼 就是所有中共都可以偷聽到的 吳先生 沒錯沒錯 就是堂堂正正去做人 這個不是共產黨的特色 而是陰陰濕濕偷偷摸摸 這些是共產黨的特色 沒有手機之前 我記得我在90年代 那時候是有手機 不過呢 沒有現在那麼普遍 我90年代那時候 我因為工作上的需要 和大公司工作 經常要去北京 不單單去北京 是去中國大陸各個地方 那因為是和大公司出差 所以住都是那些五星酒店 那我在德國當時有一個朋友 他是中國大陸來的 是中國大陸一個建築公司的建築師 那這個建築公司是專門建的那些五星飯店 就是他們的專門 他們的專門 那他聽到我經常去中國大陸 又知道我是做人權的 是反共的 那他就跟我講 他就說 喂 文明 你知道 你去中國就住那些五星飯店 每個飯店 每間房間 都是準備好了這個微聲器 就是microphone 我們偷聽的 還有這個不單單是有microphone 不單有mic 還有這個攝影機 攝像球 攝像球 視角召看球 視角不是照片 視角是 dificiles 美國的攝像球 我現在講和你聽 下次你去大陸的時候 你就不要以為自作聰明 於主持也入了酒廳 就去自己去查 cer 有沒有看到哪裏有攝像頭 或者有這個麥克 我說你看不到 我說我可以和你打倒 你永遠找不到 他說他們床墊很厲害 他們是怎樣呢 他說 他們是那個工作 最後的工作還沒做完之前 就是建築 建築 因為他是建築公司的建築師 他們都很清楚 他說通常一家五星飯店 就來做好之前 最後的工作 可能還有 比如說最後的那些牆子要貼上去 或者那些牆子要油漆 總之整家屋都要建好了 是最後的 或者 總之是最後的時候 突然間那些建築工人會收到通知 說全部撤走 是 要是走 放他一家兩個禮拜 放他一家兩個禮拜 為什麼呢 因為有關部門會對這個建築物的安全 人家以為是他說的那些是建築安全 立即是很均勻 進行各種人的測試和檢查 大家就走運了 他說其實哪是檢查建築安全 其實派專人來放那些麥克 還有雪紗友 雪紗 他說他們放得很好的 那個麥克風很小的很小的腳 小到真的好像針頭一樣 針頭一樣 是啊 而且他可能放很多的 可能你偶然發現一個都沒有 每個房間 每個房間 每個房間放四個 只有四個 四個已經包括了整個房間了 沒有一個角落 你是可以躲起來的 不行的 因為每個 比如一個死坊的房間 每個局 上面那些都會攝成頭 那你去哪裏都沒有辦法的了 除非你躺在天花板上面 就可能還可以避開的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啊 你中央都是 通常呢 我就好笑 真的好笑 這些呢 我經常都跟大家講 這些不只是中國的共產黨 全世界的共產黨都是這樣的 天下烏雅 陰陽黑 我剛才說的就是90年代 去中國大陸的建築師跟我講話 那去 我很多年遲了 在70年代呢 我也是在工作上的需要 整個要去共產黨國家 但是呢 是東歐的那些共產黨 什麼波蘭啊 羅馬尼亞 捷克 斯洛伏克啊 那些那些國家 那時候也是完全共產黨統治的 那時候那些技術都沒有那麼發達 那有一次呢 我就在波蘭的一個酒店裡住的 那我呢 就因為那個氣是很冷的 它暖氣不是很可以的 還有我不喜歡住在那一層樓裡 那我就問那個 Reception 的桌子 可不可以換去另一間樓 那位小姐就很禮貌 很友好的 我說對不起 我們滿了 你只可以住在那層樓裡 他說 你現在住在五樓 我可以將你搬去高一點 低一點都不行 說六樓都還有一個位置可以的 那我後來就算了 哎呀 我睡了 因為我忘了什麼原因 我想住低一點的 那但是呢 我因為去過那個酒店很多次 那時候因為出差嘛 那時候每一次可能停一個禮拜 那我就回到瑞典那裏又再來 那慢慢呢 我就跟那些員工一熟了 那其中一位員工呢 就跟我有緣分 那交了朋友了 那他有一次呢 看到旁邊沒有人 他說哎呀 阿吳先生 我知道你很想住在三樓那裏 但是你知不知道我們有規定的 因為你是外國來的 你又是技術專家 我們有規定 你像你那些人 我們只可以放在五樓 六樓 哈哈哈哈 要監視 沒錯啦 因為當時呢 因為當時技術沒有這麼發達 很貴啊 這些東西 你知道共產國家又不是特別負 那他想的辦法是怎麼樣呢 就是每一個那些五星飯店 有兩三層樓就放這些東西的 譬如說十層樓 如果一間間都放就花太多錢了 那就放不僅是三層樓 所以凡是外國人來的 有些身份的 就是被懷疑的人物 那他那個酒店裡面安排住房 肯定已經派了情報局的人去那裏做的了 看這個人 這個人可能是我們的敵對勢力 可能是反共的 或者他是在西方有一定的地位 是啊 我們可以偷聽他說什麼 對我們有用 或者他是 好像我那樣就是一個高薪技術專家 那可能他也可以偷聽到我的東西 那我以後想學一些西方的技術 可能都會有用的 所以我也是被歸圍 就是需要偷聽的人 所以只可以住在那幾層裡 這就是共產黨天下烏的東西 就像它那樣 唉 那就說回這個大選吧 我打斷了你 你說什麼 沒有問題 那現在呢 他們那些國家呢 很多都拋棄了共產黨了 就是幾乎全部都拋棄了 除了那個 整個歐洲都拋棄了 整個歐洲 是啊 沒錯 那除了這個俄羅斯 俄羅斯都不是共產黨 俄羅斯都不是啊 不是共產黨啊 俄羅斯是 是 哥爾巴喬夫 將共產黨解散了 1990年的時候 所以歐洲現在沒有一個是共產黨 俄羅斯現在的普京 它不是共產人 它不是共產黨 它是受過共產黨分圖的一個獨裁者 一個獨裁者 但是它其實是一個民族主義者 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 它自己親口說它是不相信共產主義的 它也都是 它說我 我不是一個共產黨的黨員 蘇聯共產黨已經被解散了 沒有共產黨 它還說我是一個東正教的教徒 它自己說了國經 就是我相信它不是共產黨的黨員 不是相信共產主義者 但是它是相信什麼呢 相信民族主義 它自己認為它要當民族主義 因為大家知道俄羅斯在歷史上曾經是不可一世的帝國來的 在沙皇時代 俄羅斯領土非常龐大 還有就是歐洲的一個霸主 歐洲的一個大強國 但是由於解散共產黨之後呢 蘇聯一夜之間就變成小了很多 就是現在的俄羅斯比蘇聯的時候小了很多 但是為什麼普京還這麼親近這個中共呢 讓大家去理解它呢 這個完全是從政治上考慮的 從政治上考慮 因為它想做霸主 它想將以前屬於俄羅斯 或者屬於蘇聯的共和國 重新歸入它的版圖 所以它要攻打烏克蘭 因為烏克蘭原本是蘇聯的一部分 還有很多國家 什麼立陶宛等等 很多國家都屬於蘇聯 以前是蘇聯的 所有這些國家 它要將它全部收回去 它要將俄羅斯變成 好像蘇聯那時候這麼大的領土 也都等於沙皇時代的大領土 它是這樣的人來的 它不是為了共產黨 為了共產主 由於西方的政策 它是沒有辦法和西方交好 所以它自己一個人 就怕太過孤立 做它的美夢 沒有辦法成真 所以就去找中共 中共是正確的 因為中共需要石油 又需要一些蘇聯 俄羅斯有的武器技術 他們可以互相交流 另外呢 特朗普是對的 因為特朗普曾經 是非常有可能 是一個很精彩的想法 就是什麼呢 普京就是想做大總統 想將俄羅斯重新再偉大起來 但是你不只是坦途要擴大 特別是你那個國家的經濟 國家的國力要強大 那當時呢 特朗普的想法是什麼呢 他之所以對普京比較友好 就是因為他的想法是什麼呢 俄羅斯現在已經不是共產黨國家 普京只是有權力欲 想俄羅斯重新再強大 而呢 他想 當時他想 其實我們應該趁這個機會 伸出手來和普京握手 將普京納入西方的 不是說什麼結盟 只是立著西方的 陣營 可以說集團或者陣營 裡面 他不一定要成為盟友 但是呢 是成為可以一個 好像西方的國家 因為他地理上都是西方來的 但是呢 很不幸的是 特朗普只可以當時做了四庭總統 之後呢 就變成拜登 拜登又不是啊 拜登一上台就大罵 普京說他是 是殺人兇手啊 什麼的 總之呢 特朗普原本是想聯俄反共 特朗普看到 中共是第一威脅 不是俄羅斯 最大的威脅是來自中共 所以如果能夠說服俄羅斯 和西方有友好關係 和西方 最起碼和西方不作對 可以亂俄反共 那就會更加有效 他這個策略是非常對的 我個人覺得 對 但是拜登呢 不是這樣想 因為拜登呢 一開始的時候 現在他有所改變了 開始就是四年前 拜登剛剛做總統的時候 是認定俄羅斯是最大的危險 所以什麼事情都罵俄羅斯 還有呢 可能呢 拜登在軍火生意上 有一定的利益所在 所以他不志在打仗 他覺得打仗好 他有錢賺 所以呢 一開始就激怒普京 整天激怒普京 還有呢 還去控告特朗普 說特朗普呢 是跟俄羅斯勾結 要俄羅斯幫他贏這個總統大選 大家都知道了 這個所謂通和門 結果搞了幾年之後 一無所有 完全是沒有證據 沒有任何證據 然後就明金收兵 所以其實呢 拜登呢 是錯過梁基 特朗普是對的 因為俄羅斯在文化上 在觀念上 他們已經解散了共產黨 還有呢 他們相對比較接近 其他歐洲的文化 和歐洲的觀念 而呢 其實是跟中共的文化與觀念 格格不入的 所以呢 當時是有一定的文化 和傳統的基礎 和地緣政治的基礎 是把俄羅斯 納入西方的所謂陣營 可以這樣說 但是呢 特朗普因為 不能夠連任總統 所以這個戰略就被拜登改了 就是我個人的估計 現在說回來大選 我估計呢 特朗普應該是贏數 贏率最高的 這個 如果沒有人出貓 沒有人玩暗牌 一切是正常的 那我想呢 特朗普應該贏的 包括那些什麼搖擺州 就是現在聽說 七個回拜州裡面 最新的民調 說五個已經是傾向於特朗普 那正後兩個還在搖擺 那其他那些州 已經塵埃而落了 所以 應該是特朗普贏的 這個是我該發覺 因為我想呢 這次呢 特朗普在競選裡面 出的那些手法呢 是遠遠高過這個 何錦麗的 雖然呢 何錦麗得到的捐款 是三倍的 比特朗普得到的 支持他競選總統的捐款 是多三倍的 好像這個 我記得好像一億多 特朗普得到的捐款 是一億多美金 做競選 何錦麗得到三億多美金 就是 有錢的美國人太多了 其實 何錦麗其實就是 想用錢去買 去收買美國人 可能就是這樣的原因 就是很多捐款 還有其他的 一些承諾 又幫什麼 所以就會有這麼多捐款 可能是這樣的情況 他是用錢來收買 但是這個跟他得到 捐款沒有一定的關係 而是有些 富翁 美國的富翁或者財團 是傾向於民主黨的 比如說社交媒體 好像 谷歌 或者其他一些 不過今年應該好一些 還有一些大公司 那些什麼tech company 那些高新技術公司 蘋果 Microsoft 微軟等等 那裡邊有很多 很多富翁 不單單是 阿彪基是富翁 阿彪基的手帕都錢很多的 哈哈哈哈 但是 人民才是老大的嘛 人民說了算 所以他有一些富翁 給多少錢 可能都可以 富翁 所以他用錢去支持何錦麗 那何錦麗呢 得到這3億美金之後 他為他競選 做廣告 或者做一些競選活動 就可以花很多錢去做 那當然是有用的 比如說 大家知道 你去 好像特朗普那樣 舉個例子 最後一次競選 是在紐約的 這個medicine 梅德遜 花園中心 Medicine Garden Square Medicine Square Garden 在那裡舉行 它是室內的 可以坐2萬人的大會場 那些這樣的大會場 你做一天競選 我想 你一天的租金 就是差不多50萬 50萬左右 半個百萬美金 只是租金 那你還有很多東西要付錢的 所有的 那些設備 還有你那個競選團隊的人 那些居馬費 哎呀 很多很多的 那何錦麗呢 有3倍這麼多錢 所以你就可以做更加多的東西 還有你很多 你做那些 我就舉一個小小的例子 你在那個 Medicine Square Garden裡面做 你除了租金 你還要有很好的聲響效果 這樣才保證每個人聽得清清楚楚 你怎麼做 你不是自己去報酬買個麥克 買個喇叭 不是的 你是找那些專家的公司 那些 沒錯 大把專家 因為他的場地是這麼大 所以他要佈置很多的音響 就有各種各樣的廣告 是啊 有可能 是啊 就算一支小小的旗 你都要用錢買的 不是免費嘛 所以加加賣賣 是啊 那另外那些競選團隊 飛來飛去 你只是那些飛機票 就已經花太多錢了 所以不是這麼簡單的 不是這麼簡單 所以呢 何錦麗呢 是錢多個 就是他那個捐款 捐給何錦麗競選的錢呢 只可以用在競選那裡 否則就是為8人 你不可以把錢的部分 拿來買房子給你自己 你不可以的 就馬上坐牢了 是完全 甚至呢 你用為公司的時候都不行 你只可以用在競選活動上 其他都不行 這個很重要 好了 那就是說 今次我仍然是看好特朗普 雖然是何錦麗呢 那些錢 是 就是捐給得到的捐款 給特朗普多 這個並不表明民意 是的 民意最近這幾個月 包括由何錦麗 宣佈成為新的候選人 就是拜登退選了 之後呢 那些民調呢 那些民調呢 尤其是左派的 就唱好他 都說他贏了 說他領先 但是呢 最近這幾個月來 就是九月份 九月份他改了 改了何錦麗 那這幾個月來呢 何錦麗的民調表示呢 是一直在降 就是相對於特朗普 特朗普是不斷飄升 不斷飄升 那我個人的看法呢 就是 這個呢 特朗普仍然是同樣的 特朗普 為什麼現在多了人支持的 就是美國人民的覺醒 美國人民的覺醒 是 美國人開始 越來越多看到 包括那些 曾經投民主黨票 就是投拜登票的上一次 我想呢 很多人呢 是會轉軚 是 投川普票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最近發生很多事 最近這一百年來 大家看得很清楚 那時候 獨立思考的人都認為 咦 真是的 沒錯 特朗普做總統的時候 我們沒有開打一場新的戰爭 以前那些美國總統差不多 有時候第二次大轉抄 幾乎每一個都曾經 可以打一個新的戰爭 特朗普沒有 特朗普四年總統的任期 是世界上可以說最和平的時期 最少的戰爭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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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任期裡面 那個經濟 性能 輕人的發展 是吧 最後因為中共那個病毒來了 才搞我做中 是吧 特朗普任期四年來幾乎沒有失業 很低的失業率 是吧 特朗普任期的時候 全世界在國際政治上 國際舞台上受到非常尊重的 好了 到了你拜登上台 糟了 四年都沒有失業 我還要補充 我還要補充一點 就是說 特朗普他成立的 他是做到的 好 我補充這一點 是啊 沒錯 這些時間長了大家看到 另外那個對比很鮮明 拜登這四年來 是到處打仗 就是不一定是美國出兵 但是 美國作為世界警察 如果你是警察 你當了新的警察的頭之後 我這個世界 比以前更多人打劫 更多人強姦 更多人偷東西 更多人什麼 這樣是你的問題 幾乎世界大戰 所以很多美國人看到的轉變 另外一個原因是什麼呢 特朗普找到去幫他站台 幫他支持他選舉的人 是要比何錦麗強很多 何錦麗找到的人 都是名人 尤其是那些明星 何錦麗明星 但是我這次經常都說 如果美國人裡面有識之士 多過那些 怎麼說呢 就是很表面的人 表面的意思 我不會說他們是壞人 普通人 不是屬於有識之士 是無識之士 如果有識之士少 無識之士多 那這次特朗普就不贏了 那我這個有識 不是教育水平那麼簡單 而是一個人 是不是真的能夠獨立思考 一個人是不是真的有自己的判斷能力 一個人是不是真的能夠分清是非善惡 是吧 如果這種人多 特朗普就贏了 特朗普就贏了 所以我說民主就是這樣的了 民主是反映民主 假如沒有人作弊 完全是正式的 那這個結果呢 就反映了美國人的 覺醒程度 認識程度 那我再說回來 為什麼我仍然是相信特朗普會贏呢 就是因為特朗普找到那些 幫他競選的人 是在民主的影響力相當大的 第一當然是Elon Musk 這個是美國絕大多數 美國是非常崇拜的人 非常崇拜的人 兩個原因 一個他是世界首富 另外一個他是一個典型的 美國夢的一個實例 美國夢是什麼呢 平手起家 你是出生在一個普普通東的家庭 但是通過你自己的努力 通過你自己的創造力 美國社會給你很多機會 他給你大展身手 有勇武之地 最後呢通過你的辛勤勞動 通過你的創意 你是不斷提升你的財富 最後呢 甚至成為世界首富 這些是美國夢的最典型的例子 很多人 大家知道美國人 其實各國都是移民 包括那些第一批在英國去的 其實都是移民 那些移民 是很希望他的美國夢 成為現實的 所以他們很崇拜 好像Elon Musk這種人 他都是有理由的 另外一個原因 這個Elon Musk 他是怎麼樣 馬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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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科技上的成就很驚人 你看他很多人 很多人想都不敢想 他究竟 尤其是他最近那個 將那個三級火箭 用完那兩級 回收在地面 可以重新作用 哇 你可以省很多錢 但是那個技術 怎麼解決 是很困難的 那個火箭 他又飛到整個小時 飛到很高的太空 那些燃料肉圓 以前就是 一脫鉤就掉到海裡 沒有事了 現在不是 他可以飛 是 他又收 是啊 他又飛回來的 他以前 就是管發出去的 發出去 跌了 回來的時候 跌去哪裡 就不知道了 不理了 現在他可以收回 還有他還可以 做那些星際網絡 使得這個 以色列 打仗 是啊 打仗可以 真是聯繫 他做得很厲害 那如果這一方面呢 可以做到 去給這個中國 推翻這個 這個 這個所謂的 網絡長城呢 就是這個 中共一定倒台的了 這個星鏈很厲害的 因為它是無數的 無數的衛星在天上 來的 形成一個網絡 還有呢 它是 每個衛星裡面 都有無數的電腦 在裡面 那 它因為很高 很高很高 很高很高 然後它是 地球上的通訊 就會不力了 在這個時候 可能呢 這個星鏈 星鏈 是唯一 可以全球通訊的 系統 那時候呢 美國大戰上風 馬斯克 當然會優先 給美國用 這個 所以 就好像馬斯克 那些人出來 請特朗普 肯定效果很好的 肯定效果很好的 特別是一些比較年輕的人 都會聽 覺得馬斯克的意見 很應該受到重視 那另外其他的人 這個什麼 小金賴迪 Kennedy Jr. 又是一個很 很有影響力的人 還有那個夏威夷的那個議員 Garbon 又是很有影響力的 還有它那個副總統 啊 參選的副總統候選人 J.D.Lance 阿曼斯 他的口才啊 他的人格啊 他的威望啊 他的灰力啊 是遠遠勝過 啊 何錦麗選那個 副總統候選人 T.M.Wall T.M.Wall已經出了兩次 大錯 吹他自己說 六四的時候 他在中國來了 然後被人發言 說了假話 是嗎 後來 又出了一個假話 就說 他最近有一個中國的女人 在英國那裏爆料 說呢 他年輕人 那個副總統候選人 Wall 追過他 他們在同一家學校工作 做教師的 後來他們成為一對 一對男女朋友 後來呢 過了不知多少 一兩年 這個女人 就認為應該要結婚了 那 這個Wall 人人都不見了 就馬上走了 哈哈 哈哈 他們就說 一個這麼不負責任的男人 怎麼可以做美國的總總統呢 哈哈 在英國的報紙都爆料出來 那麼 後來有人查到 這位女士呢 原來是一個高官的女兒來的 好像是廣東省 就是 是 省部級那些高官的女兒來的 所以呢 有美國議員呢 就 提議 一定要對這個 Wall進行人生檢查 因為他曾經跟一個 中共高官的女兒 談戀愛 做了什麼 很可能 已經受到中共的一些 統戰部 統了他都不定 所以 所以 各方面發生的事情 我覺得 川普的贏數 是越來越高的 是 是 美國大選 很快就會做的 就是 天天的 大概是天天的 星期夜 星期夜 沒錯 明天 是 是 那天天 就美國大選 那現在呢 就暗生 就 議員這個 特朗普 會贏 那我們 事目以待 好 是 那我們看 第二個新聞 第二個新聞 就是講 這個習近平 鬥不過這個太子黨 因為中南海 專門紀念那個 葉敬英的長子 這個太子黨 是 葉選平 是 這個葉選平 應該是一百歲名單 這次所謂有些特別 就是它紀念 都不是什麼特別的 因為它有規定的 但是 因為葉選平 就是葉選平的兒子 都算是所謂 比較高級的人 那中國裡面 通常 這種人 一百歲名單的時候 就會開所謂紀念座談會 如果是五十歲 五十年的名單 就只是發表一些文章 這次呢 所以這個座談會 本身不是奇怪 但是奇怪 奇怪是哪裏呢 就是他們開座談會的時候 就是 首先就是 這個議員會發言的 好像是 這個 政協 好像是政協副主席 全國政協副主席 還是這個人大副主席 是講話 那講話裡面呢 就有些特別了 為什麼特別呢 就是 他當然 哪裏 名單的時候 都是講了好話的 葉劍英的兒子 葉選平 那他提到什麼呢 他說 他是很忠心於這個總書記習近平 是不知什麼 說葉選平 臨死前 都是一直非常 眾信非常 聽習近平的話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那 就是 他們 我想 大家想 這裏有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就是 習近平知道 他最大的阻力 來自這個紅二代 就是 這個葉選平 就是典型的紅二代 雖然死了 他仍然是同二代 因為同一代就是他老爸 葉劍英 葉劍英是大名鼎鼎的元帥 應該是廣東人 講話 很少 但是共產黨內部高層 都很少是廣東人 但是葉劍英就是 那 那這次他捧葉選平 有人認為 可能是 我認為這個看法 有一定的正確性 就是什麼呢 習近平想分化這個紅二代 拉攏紅二代 但是我覺得更加多是拉攏 不是只是分化 也就是拉攏 拉攏就是希望 那些紅二代的人 覺得他不是很壞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紅二代 真的很會生氣 習近平 因為習近平 他上台之後 在二十六十二年前 曾經要搞 大力反腐 可能搞了五六年反腐 將很多很多 五百七十幾個 這個國部國 應該是國級的 國和副國級 和國部級 就是最高層的那兩層 五百幾個人 都被他拉了 落馬 很厲害的 那個分量是非常多 如果將全國 所有各個層次的 港官都輸進去 二十萬人 被他炒魷魚 那這些人 這些人肯定是 他心裏面是 調戲很不順的 非常不順的 但是呢 他自己調戲不順 沒有用的 他都 他自己都坐牢樓 調戲不順 都沒有用的 但是 他的親朋好友 調戲仍然不順 他的親朋好友 很多可能還是有權的 有些可能不出聲 就是 莊重是接受 但其實心裏面是不接受的 所以 紅二代裡面 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對習近平的不滿 那習近平呢 就想討好他們 拉攏他們 你看 葉選平 他是紅二代 我也很尊重他 我還開記念會 他 也很高 我不知道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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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人說他只是在演戲 這兩種觀念的人還會失戀 他是在網上 但我想不是這麼容易 因為我所接觸到的一些中國大陸的權貴階層 其中包括紅以來的人 現在是我所認識的幾乎沒有一個是認為習近平好的 只是不同程度去爭論習近平 所以我想他這一招去討好這個業家 我想效果不大 現在看情況仍然是我沒有改變我的看法 一般人說他已經大權傍樂 我就不同意的 他在垂死爭執著 他現在是軍權行樂 這個我相信的 軍權行樂 但是他仍然有其他 比如說宣傳 你的情報 國安那些 公安 武警那些可能還有血的 是 他可能鬥不過這個紅二代 那就拉攏了 可能都是有點這樣的意思的 兩手都來的 共產黨 是啊 沒錯 典型的共產黨 習近平絕對不是傻子 千萬不要以為他有個包子 他只是在某些方面是一個笨蛋 是一個對的人 另一方面他可能比我們更精明 在哪方面他比我們更精明 如果他這麼笨不懂拳鬥 他怎麼可以 由一個小小的福建官一路爬到 共產黨第一把手肯定是很厲害的 權術的 權術有軟有硬 他知道誰說我要怕他罵他 誰說我要一刀斬死他 他是很清楚的 所以千萬不要低估他 所以他現在在那裡垂死真正的 他已經知道了 很多紅二代 很多政治老人對他不滿的 他有時就用軟的方法討好他們 說是應該改革 應該繼續改革 對的 對的 我也要改革 另一方面他又可以隨時 將某人送去死地 置於死地 所以共產黨就是這樣 真是毫無人性所言